而日本爱知县明古屋市明城高校师生一行66人 5号是来到了花莲四位高中来进行两天的文化教育观摩交流 而双方除了是相互交换精美的小礼物 活动当中也续签了姐妹校协定 期许未来能够有更紧密的互动 日本爱知县明古屋市明城高校师生一行66人 5号来到花莲四位高中进行两天的文化教育观摩交流 学校除了安排不同的学生体验 双方学生也互相带来精彩表演 更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交换礼物 就因为我会说日文 他们就觉得很酷为什么会说日文 他给我的是饮料替代 然后我给他的是手霜 学校有这样的机会 还不错 就可以练习日文口语 活动中花莲市长维嘉燕 也以校友的身份出席 见证两校完成续签姐妹校的协定 期许未来双边能有更紧密的互动 我们发现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 四位的孩子得到成长的机会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呢我们就正式缔结姐妹校 就从2019年108年开始到现在 那今天明城高校来的学生比以前还要更多 也非常肯定四位高中也有相对的提供日本他们的孩子相对的一个国际学习的机会 那未来四位高中在这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已经拟定好很多的方向和这个做法 我们会逐一慢慢的达成完成 花莲虽属是我们东部地区 但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教育体制 以及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国际观 那更要谢谢我们四位高中的董事长 黄董事长以及蔡校长 他们都非常有远见 让孩子们早一点拓展视野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能够与我们明古明城高校的孩子们玩在一块 那其实听听我们孩子们的一些意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华联市 我们会推述各个 不管是在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都希望让孩子们走进世界 让孩子们早一点体验国际化 四位高中是华联唯一设有日语学成的学校 近年来更积极拓展国际视野 让学生们都能将平时学习的专长学以致用 并透过学术与社团活动的交流 扩大教育发展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